黃德斌有份拍攝的開TV全新旅遊節目四遊記 正拍攝得如火如荼 相隔一星期到另一位嘉賓出發 她就是黃丹妮 Louise還為這個節目獻出多過第一次 所以她都相當興奮又期待 是的 心情極度興奮 因為自己第一次去拍旅遊節目 還要跟德斌 所以另外我覺得這個主題是很吸引 因為平時都市人其實是很繁忙 壓力又很大 我自己工作最近也是很忙碌 而今次是一個心靈的洗潮之旅 所以我自己是非常期待 有沒有去過四國那邊的地方 其實我沒去過 因為多數都是回到大城市 東京、京都 但是四國其實我都聽聞了很多 也都是很多朋友有去 但是我自己就反而 甚至我之前modeling去住過日本兩年都好 我還沒去過四國 所以我這次是很期待 雖然說是洗滴心靈的主題 會參觀四國當地很多的寺廟進行零修 但去到日本吃好東西浸溫泉 怎麼都是不少得 Louise亦表示有準備戰衣浸溫泉 我絕對覺得大家會看到吊帶 我自己有帶戰衣 但是正常我們應該不會太性感掛 保留一些 讓大家有些遐想 第一次拍旅遊節目 你自己有沒有什麼準備 還是很緊張 其實因為我最近有很多工作 又剛好慶祝生日 之後又剛好搬屋 所以其實是忙到瘋了 所以是很趕急地去收拾我自己的行李 但劇組人員都已經告訴我 大概的行程會是怎樣 我就不斷在這兩天 極速地在我的行李 提到節目的另一位嘉賓 黃德斌 給人感覺沉默寡言 但Louise就說有信心 他們會拆出火花 其實剛剛最近合作過 保持神秘感的項目 而之後就是這個旅程 我覺得剛剛在上一個工作上 其實大家都有聊天 也發現他是一個很友善 很隨便的人 所以我覺得兩個人的火花應該不錯 不會有悶長 而且我已經想好了 我們這個叫雙王線 就是兩個雙王的人 走的一個旅行的路線 可以推介給大家這個雙王線 所以我是很期待 剛剛過了33歲生日的Louise 除了和老公羅孝勇 以及不同的好友吃飯慶祝之外 近秋時間和粉絲看電影聚會慶生 是啊 他們很生氣 很驚訝 粉絲集大家又準備了蛋糕 而我也很開心 因為自己身為演員 很希望能夠透過一些相關的東西 去和粉絲互動 所以我覺得若大家去看電影 是一個很適合我自己的工作性質 也很適合我自己的興趣 以及和志同道合的粉絲們一起去看 令到我自己覺得 這個觀賞的體驗會更豐富更開心 令到可以和大家聊聊天 或者拍照 而且我覺得這種人和人之間 最親密的一些互動 是很難能可貴的